前辈,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? 误会,你拆散我们夫妻二人,害得他命丧黄泉,到最后落得一个魂飞魄散的下场。 我守着冥界这么多年,都没发现他的到来,今天你必须死,就算是天尊来了都不好使。 前辈,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,不过我知道有个神兽跟你长得一样,或许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,等我出去了,我可以找来他跟你见一面。 还想骗我,当年就是你骗走了他,害得他最后惨死幽魂之手。 前辈,我现在连你说的是什么都不知道,我也压根不记得当年的事情了,你就算要杀我,也要让我死个明白吧。 我不听,我不听,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话了。 小妖佛,她说的是真的,她已经轮回了酒市,记忆出现偏差,没有完全恢复,你的丈夫还活着,同样的记忆也出现了一点偏差,如果他还记得的话,一定会回来找你的。 真的,他还活着,没有被人烤了吃,你确定没有骗我?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,你的丈夫真的还活着,他现在叫寻妖,当初他从冥界离开,并不是因为十三的原因才离开的。 你要知道,你们守护神兽想要离开此地,是需要天道同意的,并不是谁说两句话就可以离开的。 既然他能离开,说明天道给他安排了其他事情,就比如你一样,天道也给你安排了任务,难道你不清楚吗? 诶,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了,可如果不是他当初来到冥界,他怎么会离开呢? 只能说十三的出现只是一个奇迹。 我只是心有不甘啊,行了,你让他来这里的原因我已经明白了,我本不该犹豫,可我毕竟是兽,兽性永远改不了自私。 我只不过想要最后再见我家那位一面,看来是我想的奢侈了。 这压实十三必须取走之后的事情。 冥王放心,之后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 你放心,这或许也是天道对你的历练,等十三真正的主宰天道,你也会有机会的。 哈哈,冥王,这么多任冥王当中,我还是比较喜欢跟你说话,别心软,你无条件相信十三,我也相信,所以我不在乎后果的。 十三,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,我相信,你总有一天会干掉创世尊的。 如果遇到我家的那个蠢货,记得告诉他,老娘这么多年一直等着他呢。 多谢前辈,十三一定将话带到。 什么,这,这镇压石,这不就是能量源吗? 丁,检测到能量源出现,请问宿主是否吞噬。 冥王,守护神授前辈说这个镇压石,是镇压明界重犯的东西。 我如果吞噬能量源,那明界岂不是会大乱? 十三,这一切都是天道安排好的,守护神授会处理,放心大胆的吞噬吧。 可,好吧,系统吞噬能量源。 小妖婆,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 冥王放心,我们有机会再见了。 十三,你说到一定要做到啊。 冥王,守护神授他? 他? 没错,作为守护神授,他的力量可以震慑冥界的所有怨魂,而他知道你要取走镇压石,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局。 十三,你一定要努力,太多人为了你牺牲,你一定要成功,知道吗? 你也不用自责,这是小妖婆牺牲小我,完成大我的一次精神蜕变,等你成功掌握天道,还是能将它唤醒的,到时候我希望,你带着寻妖一起过来唤醒它。 前辈放心,我一定会完成你的嘱托,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。 行了,你在明界待的时间也够长了,是时候重生了,等你到了无上界,你在明界历练和吞噬能量源的力量都会显现出来,到时候就看你能冲破到什么境界了。 加油十三,我很期待你的结局,我在明界等着你的好消息。 多谢明王。 在你临走前,我还有些交代,要跟你说一下。 什么交代? 不瞒你说,创世尊虽然我没有接触过,但他的实力绝对在我之上,从他能无声无息地打开明界通道。 而不被我察觉,就说明了这一点,以前是将他打伤,他花费这么多年的精力来恢复身体,可不光光是恢复这么简单,我推演未来得知,他应该也获得了某种能量, 而当他真正掌握这种能量的时候,他就可以跨越现在的境界,成就天尊,那时候任何人都没法对付他,所以留给你的时间并不多,你要抓紧时间知道吗? 成就天尊吗? 哼,那他就先从我的身体上跨过去。 万不可掉以轻心。 大人,成功了。 成功了吗?我们有什么损失? 老二死了,不过对方的北冥亦受了重伤陷入昏迷,咱们已经掌控剑神领域了,不过没有钥匙,咱们现在还进不去。 太好了,终于扳倒他们一个大将,你们进不去是正常的,那里可是封印着剑神之力。 当年能重伤我的力量,岂是随随便便就能进入的,安排了哪些人在那边? 伯格大人在去的路上了,我还安排了鬼童他们几个在那边坚守。 十三,如果想要成为天尊,就必须掌控剑神领域,获得剑神之力。 如今剑神领域在我们手中,十三想要成为天尊,难啊。 好,十三应该也要重生回来了,通知下去,只要发现十三的踪迹,立马回来禀报。 我的突破也到了关键时刻,如果能成功突破的话,我就不用受北冥指缘的娘们的牵制了。 哼,他男人前世都拿我没办法,以为突破到神音者就能牵制我一辈子。 想啥呢?你们一定要看好剑神领域,有任何消息,一定要及时汇报。 只缘大姐,二姐怎么样?没事吧? 受伤严重,最后关头用了禁忌之法,杀掉了对方一名大将。 不过自己也伤了根本,陷入昏迷,想要醒来的话,估计难啊。 什么?叔叔为何不出手?他应该早就知道剑神领域,有人埋伏,为何他不出手呢? 叔叔说过,这些事情他是不会插手的,二妹的结局也是早就注定好的,这是谁都没办法改变的。 这一切都只能靠十三自己,行了,准备一下吧,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,十三快要回来了,之后的大战会越来越多的。 是啊,十三哥终于要回来了。 只缘大姐,十三哥还有多久能回来? 快了,等十三回来之后,稍作恢复,然后让十三准备准备去剑神领域吧。 什么?这决定是不是有点鲁莽了?现在剑神领域可是在幽魂手上了,连二姐都在幽魂手上吃了亏,十三哥刚刚历练重生回来,让他去夺回剑神领域,不妥吧? 十三想要成为天尊,就必须要拿回剑神之力,我想十三的记忆没有完全恢复,应该也是因为剑神之力缺失导致的。 如果他能成功拿回剑神之力,相信他的修为会直接超越我,这次幽魂这么拼命地想要掌控剑神领域,估计也是想通了这点吧。 是啊,看来我还是有点小看创世尊了。 当初任何人都小看了创世尊,但现在呢,创世尊的随意决定,已经能牵着这无上界的动荡了。 现在无上界只剩下杀神领域,跟水世界还算安全,所以咱们必须要主动出击了。 如果让创世尊彻底恢复,那么无上界的最后两块净土也将不能幸免,到那时,无上界将是真正的炼狱。 什么人? 千语,是我。 我,我是不是在做梦,你真的回来了,老公,你终于回来了,我们都好想你啊。 千语,你怎么了? 放心吧,十三哥,千语嫂子没事的,她有孕在身,加上太思念你体力不支晕过去了,休息一下就好了。 什么?千语怀孕了,我要当爸爸了吗?紫白,这,这是真的? 当然是真的,不过千语嫂子怀得这胎有点奇怪,已经快十个月了。 却一点运向都没有,我听无上界的老人说,怀孕三年产下的孩子可是有天尊命的,十三哥,千语嫂子会不会帮你生下个天尊啊? 啊,你说真的? 谁知道呢?行了,让千语嫂子休息休息吧。 十三哥,这次的冥界之行,收获应该不少吧? 是啊,冥界之行还真是难忘呢,对了,李莫和布依呢,他们怎么样? 我们那次遇到对方的伯格圣尊,我被杀之后,求伯格放过他们两人的,他们两人呢? 十三哥,你也太天真了,对方可是幽魂,求他们有什么用? 什么?难道李莫他们? 幽魂没打算放过他们,不过最后关头被我们的人救了,不然你的尸体为何能完整保留? 按照幽魂的作风,毁尸灭脊才是他们该做的。 十三哥,虽然你刚回来,但有些事情,我还是需要跟你说的。 什么事情? 什么?义尔昏迷不行,这到底怎么回事? 以重生的事情,创世尊估计也猜到了,他们为了阻止你成为天尊,派出大量的人进攻健身领域。 二姐动用了竞技之法,虽然杀了对方一名大将,但也伤了根本,最后陷入昏迷。 一二,对不起,都是我不好。 十三哥,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,健身领域落在幽魂手中,虽然他们还无法进入,但我想迟早有一天,幽魂会进入健身领域,所以你要抓紧时间拿回健身领域,而这次带队的人还是你的熟人。 熟人?难道是伯格? 没错,正是伯格,他们还找了鬼童兄弟,一共三个圣尊。 看来幽魂要对付我可真是下足了血本啊。 你复活的消息,我相信幽魂应该已经知道了,他们已经采取了行动。 你如果想要平平稳稳地走上天尊,是不可能的事情,十三哥。 你别说了,健身领域在什么地方,有些恩怨,是需要我亲自解决的,而且,我也很想知道,我前世的所有事情。 好,这次咱们兄弟二人一起出手,一定要让幽魂瞧瞧咱们的厉害,十三哥你准备一下,三日之后咱们出发健身领域。 伯格大人,怎么样,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? 没有发现异常?大人,听说十三复活归来了,咱们是不是要准备一下? 准备什么?不过是在出一次手而已,去冥界历练一趟,当真以为他能有多厉害。 要不是创世尊大人要求抓活的,我秒杀他给你看。 伯格,不可大意了。 见过天乡尊者。 天乡,你的修为。 为了创世尊大人,这点牺牲不算什么,等大人这次出关,他就会突破成为天尊。那时候,创世尊大人难道会忘记我们这些为他付出的人吗? 创世尊大人做最后的突破了,什么人? 伯格,警戒心挺高啊,伯格圣尊,咱们又见面了。 十三,没想到你真的复活了,这次不知道,你还会不会有那么好的运气呢?出手吧,让我看看,这一趟冥界之旅,让你的实力提升到何种境界。 还费什么话?伯格,你的对手是我,十三哥,按照之前商量好的行动。 紫白圣尊,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啊,这不要命的打法,不过上次那场大战还没恢复嘛,你这点实力可不行啊,想要杀我有点难。 难不难,等会就知道了,伯格,今日你必死。 纸鸳大姐,二姐的结局已经注定,那么我的结局是不是也注定了? 紫白,我不能说。 明白了,这次的剑神领域之行,算我一个吧。 紫白,杀神领域需要你坐镇,要不你留守杀神领域吧,让我去。 纸鸳大姐,既然我的结局已经注定,为何还要去改变什么呢? 但十三哥完全掌握天道,那么我们这些人还会有机会的,就是可惜了,还想跟十三哥一起喝酒吃羊腿的。 十三哥,就是现在,你一定要杀了创世尊那个老混蛋,为兄弟们报仇。 紫白,不,你想干什么?你冷静点,这个方法不行,咱们再想别的办法,不要做傻事。 没时间了,一行功法第三事,毁天命地,入我法界,听我号令,幽魂封印。 禁忌之法开。 什么,禁忌之法,紫白圣尊,你疯了,不,我不想死。 啊! 所以,你早就冢了啊! 漫团で,我们是在的解决,你们想起来的证据。